在疫情影响生活的情况下 已经有长达两年的时间 社会上有不少人会透过不同的方式互相打气 而在玉璃镇上就有农民趁着割稻期间 在稻田写下台湾加油的祝福 想为社会带来正能量 阳光洒下从空中俯瞰 稻田中台湾加油格外震撼 这可是耕耘机在稻田里来回穿梭 把稻田当成画布一笔一画写下 整个过程全用空拍机拍下 短短30秒的影片 可是实际上要花35分钟才能完成 影片po上网网友纷纷赞叹 觉得太厉害了 而这些全来自于稻农康明义之首 自己的感觉把它当作一块一张纸 打停的时候在心想说 因为打停过去就好像是用笔写过去的痕迹一样 康明义曾获得2019年台湾稻米达人冠军赛 有机米祖季军 最近花莲南区水稻进入收割期 康明义收割完自家稻田后 开着耕耘机花时间精心在稻田中 耕出巨幅大字 就是希望带给大家正能量 那么在疫情这段期间 对我们国家的经济 还有这个国人的生活 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希望就具有这个台湾加油这几个字 为社会带来一些正面能量 花莲玉礼镇期间限定的美景 还有193县道 现在正逢阿伯勒花季 年延将近两公里的阿伯勒盛开 宛如天空下起黄金雨 加上公路沿途的稻田成熟 也染成一片金黄色疗愈感加倍 阿伯勒正在的盛开 我们还有凤凰花雨都在盛开中 还有我们黄金稻浪 现在一片的橙黄色 无论是耕鱼基在稻田中写字 还是193县道上阿伯勒黄金雨 和黄金稻穗 用花莲的好风景 疗愈众人的心 感受满满的夏日气息 记者时力 请送请您采访报道